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這麼多 聖誕節有工作 有工作 有可能今年的節日都會在工作裡面度過 就帶去一起啊 情人待在身邊有時候整天都在一起 你是享受這種感覺嗎 就我很OK啊 就是一個陪伴的感覺 所以你喜歡二級四小時都見到對方 是不用到二十四小時啊 但也不排斥啊 就是如果要的話 那為了你現在沒有在你身邊 你會有點發抖還是 你上贏 愛上贏啊 不會 不會 不會啦 那你答應我們就是你有好消息啊 就是人家或是當爸爸 你要跟我們搭訕 一定會 一定會 蛤 你會閃婚嗎 呃 有可能 你說結婚的念頭 閃婚的念頭 沒有我一直覺得 結婚他就是一張嗎 他就只是一個紙 所以其實什麼時候要結都沒什麼差 他對我來說蠻 就是去登記這件事情是 蠻小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求婚才是大事 所以可以先登記 我覺得閃婚這個都是可以隨時隨地 想去就去的 但 就還在想 我幫你想啊 好啊 到時候我們拉一個群組 我們到時候拉一個群組 我怕到時候沒有加進去 怕你善變又換一個人 喂 你工作那麼滿檔 然後買什麼東西 所以被想要 靠賞自己的 除非有之外 我最近是真的蠻會靠賞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就是 賺錢一定要花 因為我以前 是不花錢 然後我也不買衣服 所以我以前有點不太知道 欸 我到底在忙什麼 然後很 感覺自己在白忙一通 然後把自己搞得很累 但我最近就是學會花錢 我覺得 花錢是美得 買了什麼 呃 就是 就是 我看到什麼 我覺得好像用得到 都會是家裡要用的東西啊 對 就是可能像 PS 我買過最貴的就是 房子 房子 你怎麼會買他 那有送禮物給瑞島嗎 有 一個在做的事情 就以你這麼靠賞的事情 會不會稍微靠賞到 我一直都是一個 如果他要買什麼 我卡會給你 因為我跟他認識夠久了 所以我知道他不會亂花錢 然後他如果買的東西 一定是 他要買很喜歡 或是 他覺得是我們家裡會需要的東西 可能像 抑生菌啊 或是一些 補肌品 他就會買這些 是買健康嗎 我們是很健康的一個 一個關係 你想要你希望買 是要在我們屋上 這樣子 沒有這回事 我們可以買一些物質的 一生去嗎 對 只能不要物質 只能不要物質